大家好,我是Lily,今天是2022年的2月6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昨天锁链女的结婚证被爆出来了 之前是一个女人,现在竟然涉及到三个女人 这个悲剧变成了连好莱坞都不敢拍的悬疑剧 昨天,也就是2月15日 前凤凰周刊调查记者邓飞 在她的微博中发出了网友给她的杨某霞结婚登记证 在这张结婚证上显示杨某霞的名字叫杨庆霞 是1969年6月6号出生 那就符合之前说的锁链女52岁这个年龄 但大家都知道锁链女的相貌怎么看都不会是52岁的女人 再加上锁链女和李莹长得那么像 所以网友才一直认定铁链女是李莹 结婚证上的她其实是这样的相貌 有技能的网友 依据1998年董阳结婚证件上的女性 提交了三张修服高清图 大家看一下 有了这个结婚证网友们各个当起了侦探 先把网友关于这个结婚证及其有关的推断 在这说一下 徐州杨某霞大儿子出生日期曝光是1997年3月 但官方同报董家捡到杨某霞是1998年6月 现在这个结婚证的日期是98年8月2日 后一份官方同报成母子关系成立 那么董家大儿子到底是谁生的呢 再有现在的照片比对 无论是眼部细节 童剧 脸部特征比较 人没有了牙齿 相貌肯定会有些变化 但是眼尖剧 鼻子长度 额骨前涂这些特征不会变 结婚证上的照片 这个女性的面貌特征和铁链女完全不同 不可能是一个人 所以网友提问 如果结婚证上的这个人不是八孩妈 她又是谁呢 她现在是否活着 人又在哪里 如果死了是怎么死的 又埋在哪里 结婚证上的日期是98年8月2日 网友说 结婚证上的日期是98年8月2日 那是周日不上班 所以这个结婚证是假的 但是你看它的公章是真的公章 有的网友解释了这一点 说在农村地区有很多地方 乡镇上班师处的不专业人士 把日期随手写成脑子里闪现的 8月2日这种农历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网友说 他的身份证日期写的就是阴历 还有一个错别字 以前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在证件上的日期 均为阴历 而且珊瑚口的时候 名字也是经常给打错的 还有一个叫带走我呼吸的网友说 96年时候 他结婚证就是他的婆婆和他的老公去办的 他自己都没去 他们就把结婚证给办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结婚证就是真的 现在就出现了三个人 铁链八孩妈 隔壁裹着被子的钟某仙 还有今天新出来的结婚证上的还不知道的是哪个女人 再有他那个八个孩子必须要全部验DNA 可能这八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妈 如果铁链女被他们父子三人强奸 甚至村干部再加入 那这几个孩子也有可能不是一个爸 所以这件事情越来越玄幻了 牵扯的人越来越多 这件事情只有董某民最清楚 但当地政府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外界接触铁链女 与李莹叔叔的DNA都不肯做 怎么会让董某民出来说实话呢 所以网友们没有办法 就只能各个做起来侦探 推论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估计好莱坞都写不出这样的剧本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突然 他想象不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想写也写不出来 这件事情财新进行了报道 看来网友的不依不饶起了作用 逼得媒体不得不进行报道 还有内部人不断给料 应该是把控封线这个地方 某些势力的对手报给网友的 邓飞的微博能存活下来 肯定也是某些势力在保护他 待过体制内的人都知道 窝大了 地方内斗都无比严重 有这种机会能把对手连根拔起 都求之不得 我们再看一张照片 这张图片也是网友扒出来的 把控封线的几乎都是徐家人 什么民政局副局长 财政局副局长 欢口镇党委书记 欢口镇副镇长 杨某霞的主管医生 都是徐家人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姓徐的家族势力 可能是牛叉过了头 有人看不惯 广东人有句话叫 趁他病要他命 所以借此机会要搞掉这个家族 因此就不停的往外放料 再加上这届网友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越演越烈了 这件事情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以前岁月静好的人们 都以大概初步的了解 中国原来有这么黑暗的地方 以前要是跟他们说 他们是不相信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境外势力的抹黑 造谣 所以根本不听 现在这种事情 真真切切的发生到他们身边 再加上这件事情的持续发酵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网友 爆料了发生在他们身上 或者身边人身上被拐卖的故事 或者差一点被拐卖的故事 他们才知道 原来危险就在他们身边 根本不像官媒说的 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 中国这个社会的黑暗 中国的网友在一点点的觉醒 邓飞2月14日的微博说 公职凤凰周刊那10年 在广西平祥 调查进入乡村又逃跑的境外新娘 在深圳采写上千难同管卖 在郑州某人民医院暗访看到一份 要取走器官的死刑犯名单 这远远没有欧阳洪亮 在广西调查一个 神秘死亡流浪汉更震撼 有医生参与杀死他 送他的器官到其他城市手术室 另一个朋友龙志在广东调查 被骗上中巴送到黑工厂做劳动力 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媒体 政府打黑反腐更有力 没想到这个春节 我们看到乡村更多需要结婚的男的单身 更多需要器官的病患 更多需要劳动力的工厂 看到没 他曾采写深圳上千儿童拐卖的事情 死刑犯的器官被取走 在街上流浪的人 有医生参与杀死 取走器官 他的朋友就被骗上中巴 到了黑工厂 知道这么多年 中国大街上的流浪汉怎么就突然没了吧 中共太黑了 一定要推翻中共这个邪恶组织 最后说一下其他消息 万科董事长郁亮喊出 房地产进入黑铁时代 长三角广东地区也出现了鹤岗白菜房价 安徽淮南近77平安市一厅的二手房只需10万 广东少管赵庆不发10万或以下价位的50平房子 房价还会继续下跌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